欢迎您收看财富自由 我是刘兹林 说到了金融市场的活动 每天都非常的多种 但是最近有几起事件 格外的受到大家的关注 就是诈骗事件 其实除了求职的柬埔寨事件之外 每天大家在生活当中 会使用到的手机简讯 也常常收到加入投资群组 或者是要必须领取政府健保 或是还有确诊补助的案件 到底诈骗集团的手法 是如何的推陈出行 那身为消费者跟民众的我们 又应该如何的自保 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今天线上请到两位专家 跟大家一同来做讨论 首先要介绍的是 我们新市局预防科的警务证 廖建凯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行市局预防科的 侦察员张家勋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今天两位来到现场 要跟大家真的是做生活当中的实力分享 不过一开始我们要先看到 其实呢这个柬埔寨打工 真的是在最近的国人讨论的 新闻话题当中名列前茅 就是永远排名都在第一位跟第二位 那事实上各个单位呢 其实非常的努力 我想包括我们这个预防科 还有这个上下机关 都是整体总动员 但是好像国人对于这个讯息的了解 似乎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杜绝诈骗事件的发生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哦 其实在新闻事件的报道当中 有哪一些的案例 首先带观众朋友来看呢 这个是20岁的情侣 那情侣当然就是有伴了哦 有伴到柬埔寨竟然被威胁要卖器官 然后这次就传出了说 哎呀阿公还求了200万来救人 主要是因为新北市呢 在这个年初就有看到 有一对情侣去应征赌场的直觉 但没有想到呢 在这个柬埔寨做打工的时候被逼诈骗 所以想要辞职呢 被囚禁跟虐打 转卖到缅甸的KK园区 那后来终于有机会用手机 向阿公求救 花了200万元 8月初是平安房台的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个内容 赌场工作说 一个月5、6万台币 月休8天 还可以有独立的情侣套房 所以在这个内容当中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般的大学毕业生 台湾 有没有这个条件 自己出去找工作 到底有没有这个薪水 那如果大家 其实在这个评估自身的条件之后 应该要想一想 为什么他们可以提出 这么诱人的工作机会 那另外呢 是我们非常辛苦的 航警局 来看到呢 其实在非柬埔寨的同时 有很多人就在机场看到警察 非常辛苦拿起了这个告示牌 警告大家呢 去柬埔寨打工是真的有风险的 那在这个当中 因为幸运事件不断的报道 所以媒体就在现场说 诶其实呢 这个是有危险的哦 那警察也是在当地 也就是当场在出境的时候 赶快劝说 但没有想到 四个人就态度非常坚决说 他们已经成年了 如果有坏人 就跟他们拼了 那到底是要拿什么拼呢 一开始我要先请教建凯 因为每次我们都看到这些东西 那大家也很好奇说 诈骗真的是 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去触及到的 那有一些其实 其实也可以看到投资群组 也是有很多人 传了一些简讯给你 到底民众的个资 这个时候就很好奇了 是怎么样流出去的 你会觉得说 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样 让我们必须就是 会点选这些连结 然后导致诈骗事件的发生 我们现在可以发现说 其实民众在生活中 很依赖网路上的一个需求 比如说他可能需要去上网购物 或是申请各种的会员 或是等等的 或者是说他可能有一些 网路上的操作 他可能都要输入自己的个资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 个资外泄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大家个资 应该都是外泄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回归到后来 应该就是要 只要认知说 这是诈骗的一个本质在哪边 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讯息 可能就不要太轻易相信 它是不是真的 就像我们平常可能走在路上 可能有一些人会跟你写问卷 或什么的 那个可能都是一个 陷阱 对可能会泄露各自的一个 可能方式 所以或者是说我们在 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 可能就使用它免费的Wi-Fi 可能它Wi-Fi也是没有密码 或者是什么的就可以自动登录 这样子都很可能就是会被 有心人士去窃取你的个资 是 刚刚讲到个资事件 最近很多层出不穷的是 卫生局的简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相信大家在9月上旬 或是8月底的时候 就有很多卫生局的简讯 那上面会写说 您的补贴已经通过 写的这个网址 看起来好像也是一个正规的网址 不过它是要叫你复制网址到 浏览器打开 这里面就有诈 所以真的要特别注意 那另外呢 还有一种投资简讯是 它竟然说它是 国安基金的经理人 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 可能爸爸妈妈或者是长辈 没有特别注意新闻 国安基金是政府 目前在护盘的那只手 并不是真正在进行 投资的机构跟单位 所以如果在这个加Line ID的时候 有时候大家对于这个政府单位的名字一出来 就觉得说好像是正确的 或是它应该要做什么动作 那这个部分呢 我其实也很好奇的是 家讯你们是不是常常接到 民众就会说 它真的就是点了 它其实没有怀疑 就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那在这个方面呢 其实诈骗的流程 你有没有发现 以你自己在后台的分析 大概分为哪几种 那他们又怎么做 那首先我们先从那个 钓鱼简讯这个部分来做一个说明 那像现在我们很常收到那种 纾困的这个简讯连结 那其实很多民众他点了之后 都会把自己的身份证给上传 身份证的照片上传 还有就是自己的手机门号 还有就是自己比较隐秘的金融账户 这些号码 把它填在这个 歹徒设计好的网页里面 那甚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 随身的这个手机号码 输入进去之后 会有得到一组所谓的OTP验证码 那民众把这些资料输入完之后呢 那歹徒他就可以从后台 去把这个民众的个资去 所谓申请所谓的电子支付 这个工具来去做一个绑定 绑定完之后 歹徒会透过这个电子支付 再处置所谓的这个款项 那透过电子支付的这个工具呢 再把这些款项再转移到 其他的金融账户或是电子支付工具 让这些金流就是快速的移转 导致有时候民众他反应的时候 他来报案 其实这个已经为时已晚了 这些款项其实很快就移转了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呼吁民众说 其实看到这种不明的连结 建议就是要多一分的查证 要有零信任这种概念 不要看到这种连结就要去点 而且像我们最近在之前 掉这个纾困的连结 其实当初在发 歹徒在发送的时候 其实就是请民众直接点 但是我们最近有发现说 他要求民众说请复制连结 到其他的地方去做点选 其实是有一个原因 现在民众如果说直接在手机上操作的话 其实连结是点不开的 所以歹徒其实他想要让民众真的去点 所以他才会引导叫民众把网址给复制起来 然后到可能我们到Chrome 或是到IE的这种浏览器去点选 让这个网页可以开得起来 但通常正规机构是不会做第二道手续 对不对 通常正规机构给你的东西 就像我们当初收到确诊通知书 他点完连结其实就打开了 对不对 对 没有错 但是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可以破解的地方 就是说其实政府要的资讯 不会要到你OTP验证 甚至也不会要到金融账户这些资讯 所以其实这一看就是很明显 它就是一个诈骗的一个连结页面这样子 是 好 所以大家真的是要零信任特别的小心 那我也要请教一下在座的两位 虽然都身在这个刑事的单位 你们两位都有收到诈骗简讯吗 都有吗 有 有 那你收到什么 你先说 我两种都有收到 像这个纾困方案的这个钓鱼简讯 还有就是这个假投资 刚刚就是主持人提到 投资的那个加赖的这个简讯 我都有收过 那建凯的是什么 我是也是两种都有收过 然后甚至昨天我妈妈也是有来问我说 就是说这个是真的假的 所以我马上就穿一个新闻连结给他 然后说这个一定是不能点 然后我发现是最近那种简讯的部分 它可能还会在进化 它可能刚开始一些假投资的部分 只会说这个有标股可以去领取 但是它现在有演变成说我是你的理财专员 我跟你联系好几次了 怎么你都没有回应我 对 怎么都没有理我 对 赶快交我好友 赶快跟我联系 所以我觉得 赞变局长他们也是会因应 就是可能他这个方法用一阵子了以后 可能被骗的人会变少 对 可能加上我们政府单位或是 会宣导 对对对 然后大概知道两个月多 所以它就会一直改变一个话术一个形态 让你吸引让你很着急说 我是不是有漏掉什么讯息或什么的 所以它是会一直演变去一个 诈骗的话术的部分 是 我满好奇的是两位在刑事局上班 照理来说这个歹徒个资 怎么会撈到刑事单位呢 是不是一个非常不聪明的做法 因为照理说他们这种东西都是乱枪倒你 对 不一定 也是有可能他们会有掌握 像刚刚建凯讲的 他会掌握一批个资 他有可能就是从这些个资 来去发送这些简讯 或是发送这些讯息 那也有可能就是真的是乱枪打鸟 这其实很多种状况都有可能 是 是 那到底是怎么取的 因为民众也常常也跟我们说 那以后百货公司跟我们要 我们都不要给资料了 这个有时候就是会造成是说 你在外面可能填一些资料的时候 那个 比如说是一些购物平台 或者是一些卖场的后面资料库 一个资安防务里有问题 如果像我们也是有在针对这个东西去分析 是说可能是哪两个时段去泄露的东西 然后会要求这些网路平台卖家的后台的资安防务力要提升 所以这个应该是说民众还是要回归到就是 不要太信任就是牧生来电 或者是说可能一些不符逻辑 甚至说就是要你去汇钱的 要你去ATM或是网路银行操作的 几乎就是可以确定是百分之百是诈骗的 所以如果在外面 假设我们年轻朋友要使用咖啡店的公共网路的时候 你会怎么建议 我们建议还是用自己的手机去分享 还是要用自己的不要用免费的 免费的最贵 因为成本是看不见的 所以刚刚提醒了大家之外 其实相信大家也接到LINE 刚刚其实嘉勋也有说 这个LINE它本身也有接到 我知道之前警政单位有做一件事情 就被民众诟病了很久 大家就可以不要开iOS的iMessage 就不会收到诈骗简讯了 可是它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会把我本来的讯息挡掉 还是说嘉勋你可以告诉大家说 怎么样我让诈骗的简讯减低到最低 主持人讲得没错 所以确实我们最近有发很多简讯 就是提醒民众说 我们就安卓的部分 就是开启那种所谓垃圾讯息的阻挡 在iOS的部分 我们就是希望把就是那个功能给关掉 其实当然我们是发现说 因为这些诈骗的简讯非常的猖獗 那个数量越来越多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 就是紧急的 就是宣导这个民众一定要 就是把这些功能关掉 避免就是这个被害扩大 当然其实我们也是在很努力的 在从这个源头 我们去从这些就是境外诈骗简讯 来去做一个防堵攔阻 当然歹徒它变化速度 确实是还满快的 像现在它又透过 之前是攔所谓的简讯号码 现在又变成就是iMessage 它就是那种乱码的email这样子 确实在这个阻挡上 确实有它的一定的难度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呼吁民众 就是说如果发现这种简讯的内容 这种帐篇简讯内容 那我们希望说它可以主动截图 那我们165的官方网站 也有一个检举的管道 希望民众可以把这些讯息提供给我们 来做一个就是防堵的策略的分析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提供给 就是电信验者来去分析说 这个阻挡的方式 可以采用怎么样的模式会比较有效 是 目前你们的成效如何 你们有做过 因为相信今年累月 都有很多各种诈骗讯息 你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 确切的数字 或者说已经真的看得出来 哪一些类别 比如说090 或者说分辨不出来号码的这个门号 其实我们在就是 从今年我们开始 在做这些拦阻的情形之下 我们大概有分析 其实我们大概有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歹徒它其实变化很快 我们跟不上 但是我们其实也拦了 将近有大概上千万封的简讯 因为确实歹徒它会一直变化 那它其实只要串改一个号码 或者说它串改一个电子邮件 那其实它就可以再发新的讯息 所以其实我们是在跟上它们的脚步 所以就是跟得很紧 那也希望大家说要随时注意一些 警政单位公告的讯息 好 那靳凯这边我写想要请问你 因为刚刚我们既然提到的诈骗简讯 大家都收到 你有曾经加入或登入过诈骗的 这个投资群组 试试看他们想要用什么方式跟你联络吗 我本身就是如果加入这个诈骗群组以后 我就会丢一些投资诈骗的新闻给他们 然后会得到什么回应呢 会得到就是马上就被提出这个群组 就马上被封锁 对对对 所以也是趁机在这个投资群组里面 做一些宣导什么的 因为也会有一些一般的民众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像投资群组里面 他们其实会有很多人扮演很多角色 是 比如说有一些是主要的人 有一些可能是在假装他有获利的人 可是可能都是同一个人 对对 或是同一群人 对对他们就是里面会扮演各种角色 然后让你以为说这个投资群组里面的人 都是有获利的 可能有一些会贴一些什么 他获利多少的一些单据什么的 可是那都是 其实都是假的 所以如果我被拉进去的话 我就会在里面贴一些假投资诈骗的一些 反诈骗 警播165 对至少让有一些至少愿意看的民众 他会愿意去了解 然后知道这是诈骗 所以你不要让更多人去陷入这个诈骗的现实 所以你很快就会被提出去 通常是这样 通常是 但是你几乎只要有钓鱼或者是诈骗解决 你都会加入 对 希望做宣导 那还是一个蛮好的管道 能救一个是一个这样 是是 那佳勋呢 佳勋你都会参加 因为还有FB的 还有FB社团也很多 对 像建凯他的方式是比较快速直接了当 但是我会大概在群组浅长个大概 装傻一下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的期间 那我也会跟着他们就是传 我也会传早安图 你传早安图 他不会把你提出群组 他只是说 你不要放这些垃圾讯息 就是当那些 就假装自己是长辈 当然我会从这个投资群组 会去发现说 其实有一些假冒就是投资老师 他会丢 比如说他晚上8点 他都会丢一些就是那种分析股票的 那个趋势的那种影片 其实他讲的那个影片确实是真的 真的是有那个趋势 但是这些都是歹徒 他去从其他影片来去截取出来的一个片段 来吸引这些投资群组里面的 不知情的民众 就相信这个是老师讲的 这个趋势 其实我曾经也有在一个群组里面 就是发现说有一个被害民众 他连续会了将近快500万 因为他会完之后他会PO 这个群组就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会放那个汇款单 每汇一次就会放汇款单在这个群组上面 曾经我有私底下跟这个 当然我没表明我的身份 你就私讯他吗 我私讯他 结果我就说 我就问他说 投资怎么会去汇那种个人户头 就是比如说今天 你是投资应该汇到一个所谓的公司 比如说科技公司或是证券公司之类的 那你怎么会汇到一个就是 名字的账户 这个是个人户 结果那个民众就觉得说 你管我那么多 反正我有获利啊 他一直说他有跟我讲他有获利 那我就跟他讲说 那还是要小心 因为其实投资还是有风险的 对我就没有跟他多说 那后来就是一个礼拜后 这个民众突然间就被踢出群组了 那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就不得而知 然后我当这个民众他被踢出之后 我有私底下在跟他讲说 这个其实可以去报案 那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可以把钱找了回来 那后来这个群组也是 我刚刚跟建凯一样 这个大概一个礼拜后 我也是丢个就是那个宣导图 然后他就马上就把我踢出去了 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他们也很警觉 但是我们也是很小心 希望可以叫一个是一个 都是图法练钢型的 所以那我们希望用防治的角度来进行 所以建凯 真假讯息 我们到底要怎么分辨 有没有一些PEFO 尤其是 我觉得对于长辈来说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 看到一些关键字 他好像会没有招架能力 就会莫名其妙想去点 而且我觉得长辈 对于这种科技产品的依赖性 假设子女不在旁边 他真的很容易 就是会听信别人的建议来操作 因为现在其实假讯息超多的 就是大家 其实大部分都会缺乏这种辨别 这种假讯息的能力 但是其实我们对于每一种网络的讯息 或什么 其实我们就是要保持一个 灵性认的态度 然后通常假讯息都会很夸张 像有一些可能一些农场的文 他都可能用一些聪动的标题 比如说可能很夸张什么 这个死了多少人或什么 这种比较心善色的东西去吸引你的典籍 但是其实我们正常一看就是认为是假的 但是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分辨 然后我们也可以说 就是说你可以结合说很多 比较公正的一些媒体的一些讯息去互相比对 如果他可能这个新闻在很多媒体都有露出 或什么的话 可能他的正确性就会相对来讲会比较高 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善用一些 可以查一些假讯息的一些东西 好 我要怎么查呢 比如说之前好像有这个LINE 可以加入一个查证的小组 对不对 那另外还是说我要打电话去确认吗 像比如说我们165的LINE的官方账号 跟这个趋势科技的防大单的LINE的官方账号 都可以查一些网页 或者是甚至过滤一些LINE的ID什么的 其实都可以相对来讲 都可以帮助民众去做一个初步的一个 可能会陷入诈骗的一个初步的过滤 所以大家可以 其实我们政府跟一些民间单位 他其实都做这块都做的还蛮多的 就是希望大家都善加利用这些工具 我好奇你们加入这个群组 他大概发讯息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比如说从早到晚都会有 投顾老师的讯息吗 还是说只有在百天 他陆续都会发 然后他可能就不同的人 一直乱丢东西这样子 是 所以你们等于是 24小时都在加班当中 因为一直都在群组里面反账 家勋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就是发现他们这24小时都有人 就是希望可以调到不同时段的族群 对 其实我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那个投顾老师 大概都会落在晚上8点 因为大家吃饱饭的时候 就可以好好看一下老师他的趋势分析 其实在白天的时候 其实大概都是民众他去汇款 银行有开的时候 对 然后放了这些汇款单 还有就是他所谓的群组里面的助理 告诉他今天可以买哪些买哪些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可以把它区分嘛 就是投资老师 投顾老师通常都是晚上会出现 然后整个群组大概有分他们的分工时间 这样子 所以真的是相当辛苦 民众真的要特别注意不要受骗上当 那最近除了我们的投资诈骗之外 我觉得有一个议题也就是大家来讨论 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 他可能不会受到投资诈骗群组的困扰 但是在求职的过程当中 也许是因为台湾目前对于年轻人的机会 真的相对比较没有这么多 或者是成长性也没有东南亚国家这么高 所以柬埔寨就变成一个诈骗的新兴之地了 那当然其实柬埔寨本身原因还有他一些历史因素 包含了过去这个一带一路跟中国开放 还有赌场等等的这个情况 不过到底为什么年轻人会被内容来吸引 家勋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做得这么用力 但是年轻人还是买单 其实我们从最近的这些讯息来发现 其实有些民众他应该说大部分的年轻人 我们把它分两种 一个就是我们有观察 其实他有可能就是要去当诈骗车手 有可能 第一个其实他真的是认为跟朋友出去玩 去旅游 他当然相信这种所谓的旅游的 又可以打工这件事情 相反比较简单 对 但是其实主要还是这些 有可能会去潜藏的这些诈骑车手 可能他类似说他其实还不知道工作内容 但是他其实认为就是反正去了 我就做就对了 反正有钱赚 但是其实他去了当地这个国家的时候 他面临的状况会很多 有的可能就是我们也有发现过 就是有的他去了当地之后 他的类似说他的业绩 这种诈骗业绩如果不够好的话 可能当地的集团就可能又把它载到哪里去 载到其他地方 甚至说可能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可能对他做一些不利的方式 这些年轻人其实当然就是希望能够 在这个短时间这种暑期 这一段期间能够去做一个 就是打工可以赚钱的机会 所以其实他们没有去思考过说 其实没有所谓的出国 当然以前就常讲说可以到 比如说澳洲这种去打工流血这样子 会有一些钱可以去赚取 可是问题是这种到这种东南亚国家 其实他的风险其实蛮高的 很多年轻人他其实不会 没有去仔细的去思考说 这些国家的风俗民情 然后就是相信这些话术 然后到了当地的国家才发现 这个是不是他想的这样子 后来其实都为死已晚了 是 在调查过程当中 建凯你有没有发现说 我们现在画面上也有一些 包含不同的情境 你有没有发现不同的族群 会被不同的情境所吸引 建凯可以分析一下 大概有哪几类吗 像我们一般就是会被金钱诱惑的东西 大概就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族群 因为像主持人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他可能在国内 可能他也因为可能他的条件 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准 他可能对于国内的一些工作 他没有找到那么好 所以他可能就想要试看看是说 因为他们都打着说什么 包吃 包住 包机票 然后快速致富 甚至是年薪上百万 那一听了就觉得好像 自己好像可以赚到那么多钱一样 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 这类的人可能年轻族群会比较多 像刚刚嘉勋也讲的是说 可能有一些过去可能是 以为自己要玩的 旅游 工作假期 对 但是有一些 的确他出发之前 可能有一些就是甚至已经知道说 自己要去从事诈骗的工作 这一次我觉得有一个状况可以分析 就是很多新闻在讲 就是因为要救人 其实是演的 他们本来就知道自己要做黑的 或是做一些不法的事情 可是因为这个事情闹到了国际事件 所以他们不得不说他们是被迫的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成分存在 这是每一个人的背后的成因 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探究 但是说我们政府的立场就是说 国人在外面可能去受害或是 或什么 我们都是以权力抢救为原则这样子 然后当然现在他除了这是用一些高薪 或是暴施暴住去吸引你以外 现在其实会转变是 会变成是说有一些可能利用你原本的 工作的内容去说 比如说你是工地的工人 他可能说简笔站那边 可能有一些工地也需要这些功能去 所以会让可能更多人会相信说 这好像是真的 然后他会跟你说给的薪水会比 会比我们台湾还要多 所以你本来就在做这一行的 然后可能你就会被吸引过去这样子 另外还有一些是同侪的红片 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也发现很多 因为刚刚我在跟建凯 还有佳薰聊天的时候 他们也说很多是朋友因为被迫 所以不得不再继续的邀约朋友到当地 对 像大家都会相信老朋友说的话 像如果有罗主持人你打给我 然后跟我说你在 你可能不会理我啦 对 佳薰打给你 你可能说他可能怎么了 对 你可以说你在柬埔寨那边赚很多钱 然后也是需要我过去 然后一起可以赚那么多钱 可能我就会相信了 甚至像我们警方在航警局 或者是一些警察单位 在出入境在海关的时候 都会做一些关怀询问或什么的 然后就是可能给你一些看一些案例 然后要劝阻你不去 但是如果你是听信好朋友的话 你可能就会肆无忌惮 就是不顾一切就会过去 因为警方施工权力 但是是陌生人 对 所以是没有说服力的 所以大部分还是会 要提醒就是公共朋友是说 不管你是自身在那边 或者是说你有朋友在那边 其实现在就是柬埔寨整东南亚这种 相对就是经济或者是生活条件 其实应该还说他们正在高速的成长 对 所以有很多这种不同的发展 对 这部分就是说他们的相对生活 或是经济可能没有台湾这么好的地方 可是他们却可以给你高兴 这个其实我们就要思考说 是不是要暂时要不要前往 这样子会比较好 是 是 那其实刚刚在这个套路的分析当中 我也要回头来问一下家训 因为过去除了朋友的邀约之外 其实不只是柬埔寨 我也有听过就是在这种 美国 伊拉克 什么医生 然后阿嬷就是可能中年之后就失婚 或是他真的是单身 他就是会觉得说 他交了一个外国男朋友 脸书上超多这种诈骗的 是不是也是有这种曾经的案例 是要提醒大家对于这种情缘 爱情故事类的要特别小心 对 没有错 其实就是我们有发现 就是这些假爱情诈骗 其实在两年前它是最为的 最为猖獗 因为其实很多案件发生 但是这几年虽然说有下降 但是还是有这种案件的情形发生 那我们从这些案例来讲 我们其实有看到有一些特点就是 他第一步骤一定都是甜言蜜语 就是跟你寒暄问暖 然后就是 可是阿嬷英文不好 到底是要怎么联络 对 所以这就很妙了 有一些歹徒还会透过翻译软体 他会转为中文 像我之前看过一个案例 就是其实他是用那个honey 英文的honey就是这个说 我就是甜心的意思 结果那个歹徒可能没有翻译成功 变成蜂蜜 就是我们在吃那个蜂蜜 但是那个被害人 他还是没有警觉 因为可能就是英文不好 对 然后就这样听信 然后歹徒到后面的时候 突然又转变为honey这样子 这个被害民众他就 就是相信这个套路 然后也陷入这个所谓的圈套 他就是没办法去冷静的去思考查证 结果我记得这个案件 就是这个中年的民众 他被骗了将近快上千万 这其实得不偿失 通常这个汇款的理由是什么 我也很好奇 因为我们在第一线 我们过去跟很多的金融机构的 从业人员有聊过 那他们就说他们其实很难阻挡 因为都要警方到现场 可是通常汇款的理由就是 通常受害者会非常非常的坚持 对 其实我们在这几年发现 其实歹徒也会教民众 讲一些规避行员的话术 比如说像刚刚讲这种假交友的 这种案例 其实这个民众就会跟行员讲说 我这个款项是要 就是要协助我在海外的亲友 用这种理由 或者说我要到海外投资这个房地产 他会用这种理由去让这个 我们第一线的行员难以判断 所以就陈鲁刚刚跟主持人讲 那种假交友式的手法也是 很多这种群组里面 或者说可能这个助理会教导民众说 你去银行的时候 你不要讲说你是要投资 你可能讲说你是要买房产 或者说你要买车子这样 或者说有人借款 甚至我看过一个很瞎的理由 就是说假如说这个行员跟你问很多的话 你要当场就是假装生气一下 让这个行员不敢跟你问 其实各种的理由都有 就导致说我们其实行员 其实还蛮辛苦 第一线的行员 他没办法第一时间去拦阻 导致这些被害款项很快就汇出去了 是 通常汇出去 我也帮观众朋友问 有没有追回来的可能 基本上我们 因为刚刚有跟主持人讲 其实这个金流移转非常的快速 当然我们如果是汇到国外 当然有他中间的时间差 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如果民众 他能够在这个三到五天内报案的话 其实都还有一些机会 可以把钱拦得回来 因为确实这个中间有可能时间差 然后还有所谓的中转行的问题 可能这个钱一层过一层的时候 还有机会去拦回来 我曾经就是有 曾经有在一天礼拜五晚上 因为跨假日 有一个民众他被骗了2000多万 他是要去汇到那个就是 欧洲的某个当地说要去做投资 可是2000多万我好奇怎么会 2000多万这个金额太大吧 这个金融机构应该没有办法 一次就收吧 基本上他只要汇境外 其实金融机构还是会先问 他会问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那因为这个被害人说他要投资 那其实就是 当然这个行员没办法去做一个 去阻挡嘛 那确实这个民众也是想要投资 所以他这2000万一汇出去之后 当然他这个到欧洲确实要花一点时间 可能要花大概2到3天才会到当地 所以当时我在礼拜五晚上 有透过就是银行这边 就是紧急的去把这笔钱 花了大概3天把它全数领回来这样子 曾经有做过这样子 那像一般来... 民众有感谢你吗 不好意思 问得有点直接 这个是我没有讲说是我拦的啦 基本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职责啦 没有特别讲说这是我去帮他拦 我觉得这是能够帮民众拦回来是一件功德啦 对 但因为民众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 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你们帮了他 可是他会一直责怪你们 害我没有赚到钱这样 其实像刚刚讲的这个案例 其实民众他有發... 他有就是跟当地的用email去做联系 但是当地都完全都没有回应 那后来在多方的查证之下 其实对方是诈骗集团 所以其实这个民众他后来 赶快去报案之后 我得知这个消息 大概就是马上就是去处理这个案子 因为他其实汇款时间很短 他刚开始汇了大概两天 他就来报案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很大的机会 可以去全数领回来的 对 所以其实总结一下就是 时间差非常重要 那民众也要提高警觉 那建凯可会跟大家讲一下说 其实我们在这个诈骗的求救馆 应该是蛮多的 我们刚刚讲了 其实在群组里面有一些 防治讯息的方法 那事实上不管是柬埔寨 或者是我们各类型的投资诈骗 如果我们真的第一时间发现到 我们可能是受害者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哪些步骤要立即的处理 如果我们第一时间发现自己是受害者的话 其实就是刚刚嘉勋说的 其实我们要拦阻这个诈骗款项 最重要的就是时间 所以还是建议民众 如果第一时间可以拨打一夜的话 其实我们一六五专线可以帮助民众 去及时去圈存这个款项 这部分就是说我们要跟逮捕抢时间 所以其实如果民众遇到诈骗的话 第一个时间拨打一六五是最快的 对 但如果他在外管的话 因为我们这边也有写 要求助当地的台商组织 跟求助跨国的MGO 但是这次的柬埔塞世界当中 其实比较不幸的是 因为我们跟当地并没有邦交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 是不是也可以提醒国人有一些 至少有一些措施可以赶紧的联络 对 如果你是不管你是自身或是家人 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其实如果遇到这个情况的话 可以马上跟我们的一个 驻外领事馆去做协助 或者是拨打这个外交部的一个 旅外博人急难求助的一个专线 然后也可以就是透过一些 当地的台商组织去做一个求助的部分 然后当然就是如果你的亲人 在当地有受害的话 你在台湾的亲人朋友 他可以尽数向我们的警察警官做报案 那提到报案 我也发现这一波民众很多人很热情 他觉得说我有一些资源 然后我有认识一些人 我可以在网路上救助一些陌生人 或不认识的人 我也发现了 其实这一次民众检举查获相关案件的 也是可以获得奖金 是这样吗 是鼓励大家说 防治诈骗是有绩效的 就是说如果民众有接收到 这些部法的讯息的话 其实都可以提供 不管是不只是报案 他也可以提供一个情资 去给我们警方去做后续的侦办 然后如果民众因为这个检举 然后有查获相关的案件的话 我们警方也会提供就是相关的检举奖金 去给这个民众 然后当然也是鼓励就是民众 就是多关心身边的人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这是要靠大家的力量 因为其实政府一直在推动 如果民众可以互相帮忙的话 其实才可以互相合作 去共同打击这个 能够翻译的这个犯罪这样子 是 其实防治诈骗跟所有的犯罪 都是要警民共同合作 毕竟其实在座两位 应该相当辛苦 觉得人力已经很少了 但是要救助台湾2300万 甚至更多的海外民众 其实是一比好几百万人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这样的活动 然后关心身边的人 那最后呢 其实我们也要加奖一下 我们这个第一线的远警 跟所有的警政单位 嘉勋其实我们这一次在 防具犯罪跟诈骗 或者是柬埔寨事件当中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努力 虽然我不敢说百分之百有成效了 但嘉勋可以来分享一下说 我们现在至少做了什么 希望民众或是观众朋友 可以更认知到说 这些事件是不应该发生的 对 像我们现在针对这种 所谓的诈骗 其实我们就柬埔寨的案例来讲 我们其实在桃园机场也是 布设警力来去做一个 就是当然就像民众讲的 就是举牌我们来去做一个宣导 去拦阻 我们尽可能就是拦一个就一个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也会在很多的媒体通路 还有就是说一些管道 我们会发送这些所谓的 这种柬埔寨诈骗的案例 来提醒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 对 其实我们都一直在透过一些主管机关 或是一些管道 我们让这个宣导的推播讯息 能够更广更深 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努力中 这是社群网站媒体的发布吗 你们是请小编 就是比较年轻的同仁去做这些 相对应的宣传吗 对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就是 同仁他本身有这种绘画的天分 这是同仁化的喔 对 也有请同仁化 也有就是请外面的 就是这些美术专场的 就是年轻朋友也帮我们来做这个设计 让这个所谓的宣导图文 比较不会冰冰的 也让民众能够一目了然这样子 是 那这个靖凯这边 有没有就是也是加强推广一些 防止民众被诈骗的一些方法 像我们现在就是主要就是说 因为民众对于政府做的一些 正义宣导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感觉 对 其实我觉得这是有一点点 明明做的这么用力 但是大家好像还没有警觉到 它是一个必须要费关心的事件 对 所以我们现在 宣导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在领略的方向 就是突破同文城 就是不要好像是警察 在那边互相按战这样子而已 同事都是同事按的 对 所以我们像海外求是诈骗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除了做图文 其实做一些动画以外 我们最近还邀请就是 黑人陈建州来帮我们拍片 前几天才上架以后 其实效果还蛮好的 马上都是有十几万以上的一个收视 然后希望能够透过这些代言人的方式 或者是说 比较不是那种政府的那种 比较硬式的一种宣导 然后让真的民众可以接触到这种 接收到这种诈骗的讯息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的话 就会让更少人受害这样子 所以两位就是除了这个公务繁忙之外 也要上媒体跟我们的节目 来跟民众讲解一下 那佳迅我也发现 因为你过去在做大数据分析 我发现警方其实现在 也是针对主题式的重点初级 而且还是分零分重 有没有看到说不同的族群 我们刚刚看到年轻族群 建凯分享了 我们是用社群的方式 图文的方式 吸引大家有这样的认知 针对于长者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其实这个高龄者 应该说我们台湾社会 已经呈现高龄化 其实我们最近对高龄者 大概有做一些宣导的措施 比如说像是我们会针对最近年长者 他会常接收到这种诈骗的内容 我们会去分类 比如说像这种假冒公务机关 就这种假检警诈骗 我们会特别针对这种太阳 然后分析这些太阳 然后可能就是透过就是县市警察局 他们就是到各个林各个里 或者说一些里办公室 或者说这种所谓社区宣导的活动 再去对这些年长者再做一个提醒 做一个关怀 当然我们在所谓的防堵措施来讲 我们其实也在跟主管机关 就是持续的再去推动说 所谓的这个汇款 我们要多一个紧急联络人的一个措施 其实这个都还在推动 我们也是希望说 那年长者他在汇款的时候 能够多一道防线 可以去联络他的这个 所谓的紧急联络人 让紧急联络人了解说 这个年长者 他是不是其实已经受骗上当了 可以做一个即时拦阻 所以大概我们从就是宣导面 还有制度面 我们大概做了这些努力 是 所以其实呢 希望大家在各个年龄层 都有这样反诈骗的认知 同时也提醒大家 因为投资是有赚有赔的 有风险的 所以不管从事任何的活动 基本上呢 包含了投资的群组 就算它不是诈骗 大家也要针对自己的风险 承受能力 还有呢 包含了投资经验 投资目标 更重要的是你自己本身的财务状况 来评估呢 所有你从事的金融行为 那审慎衡量 独立判断 才能呢 保障自己的生命 跟财产的安全 就是要一再的提醒 我们的观众朋友的 那今天呢 非常谢谢 我们的警务证廖建凯 还有我们的侦察员张家勋 来到现场 跟大家分享 更多的讯息 请继续锁定财富自由 我是刘姿玲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